本欄目由澳大利亚绿石酒业集团 澳大利亚财富地产集团 AirPods今日宣项目联合冠名播出 最近以来国际联盟多次在续东北部地区实施空袭 本月10号和11号国际联盟分别在戴尔佐尔省和拉卡省实施空袭 共导致20多名平民死亡 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 当天对续东部戴尔佐尔省一座城市实施空袭 导致40多名平民死亡